我们刚才的PASS的基础知识呢 我们现在再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画一个圆角的巨型 好 圆角的巨型我们怎么画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要画一个巨型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巨型的70点的坐标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巨型的宽度和高度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画一个巨型了 那如果是画一个圆角的巨型呢 首先我们得画一条线 然后呢再画个圆弧 最后呢再画一个一条线 这样定义成宽度高度 再定义一个这个圆角 那么这个路径我们怎么绘制呢 首先我们定义了这个巨型的基本的坐标和宽高 和这个圆角的半径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路径进行绘制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 首先呢我们定义一个巨型的宽度 就是Rectangle Rect width 好 它的宽度呢我们定义成200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变量 叫Rect height的高度 高度我们定义成100 好 我们再定义一个变量 就是我们70点的坐标了 就是Rect x 我们定义到189 好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变量Rect y 然后定义到50 最后呢我们还需要定义一个圆角的半径 就是Corners Corners reading 好 Corners reading 好 我们定义它的半径呢 比方说也是50 好 定义好基本的数据以后 下面我们就开始绘制如今了 我们context.begin path 好 然后呢我们将线绘制到什么地方 我们使用从什么地方开始绘制 这个线的70点呢应该是Rect x 然后终止点呢应该是Rect y 好 定义好这个70点以后 我们再看这条线绘制到什么地方 应该使用Line 2 好 绘制到 大家想这绘制到什么地方呢 绘制到首先我们拿到这个X 就是70点的坐标 再加上我们的Rect的那个宽度 Vase 然后这个绘制完了以后呢 其实我们想达到一个正常 我们原来定义好的这个矩形的宽高呢 我们应该还要去减去我们这个圆角的半径 就是减去我们刚才定义的Cranet readings 然后它的这个Line 2的Y的坐标呢 应该还是Rect y 好 这条线我们绘制完了以后呢 接着换去绘制那个圆角 圆角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新的方法叫Arc 2 Arc这个方法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如何绘制一个圆弧 那么Arc 2这个方法呢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只需要传入几个重要的参数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我们需要传入这个圆弧的第一个弧线 圆弧的坐标点 第二个呢传入这个结束点的这个坐标 两个坐标就是四个参数 最后呢我们再传入一个半径 这样的话我们这圆弧就画出来了 那Arc 2的话是在我们Path路径里边定义的一个方法 好 这里呢我们想一想啊 我们这个圆弧的这个70点应该是什么地方 它应该是接上我们刚才能跳线对吧 所以呢它的70点应该是Rect X 加上Rect V 这就是我们的70点的X的坐标 那70点的Y坐标呢应该就是Rect Y了 好 那中止点的坐标呢应该是Rect X 再加上Rect V 好 这是中止点的Y的坐标 好 中止点的X的坐标 好 中止点的Y坐标呢是应该Rect Y 然后再加上Courners Readings 这是中止点的Y的坐标 好 这个坐标呢是两对 这个是我们70点的XY坐标 这是我们中止点的SY坐标 最后呢我们再传入一个半径 就是我们的Courners Readings 好 这个就实现了绘制一个圆角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再去绘制宽 宽的话呢就是Context还是Lan2了 Lan2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Rect X然后加上Rect宽度 然后中止点的Y坐标呢应该是Rect Y 加上Rect高度Hat 好 最后呢我们去给线定义一个线宽 定义的乘五 然后我们最后再画这条线了 Stroke 注意这里我没有定义线的颜色 默认的几颜色呢就是黑色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这些都定义好了以后 我们先看效果再对比了这些值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了 好了 我们看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我们要画的这个圆角巨型的这个效果 其实事实上如果不是圆角的话呢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矩形的一半是吧 这个角应该是直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圆角是怎么 这个几个坐标是到底是怎么对应的哈 首先我们看 第一句是Mu2到这个Rect XRect Y 也就是我们70点的这个坐标 这个点的坐标啊 我们锁定了 然后画线到哪呢 到这儿 那就是我们Lan2到这个Rex加上Rect宽度 也就是这个点的坐标 然后X的坐标加上这个矩形的宽度在这儿 但是呢 如果加矩形的宽度它应该是到哪儿啊 到这儿对吧 因为矩形的宽度就是这么宽嘛 那我们应该减去这个圆弧的这个半径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X坐标应该就是用这个Rect X加上Rect V 再减去Cournal Radius 然后Y的坐标呢 这个点的外的坐标就是那个Rect X了 就是就是我们的这个Rect Y 就是我们真正的Y的坐标了 嗯 就是因为外轴的话没有变化 是平移的过来的 好了 那么这个点坐标 这个MuLan2到这个终点 完事以后呢 我们这条线就算画完了 接下来画这个圆弧 圆弧的话呢 我们需要定义三个三个大参数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圆弧的起始点的坐标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中止点的坐标 第三个呢 就是这圆弧的半径 好 这个七十点的坐标呢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X坐标 一个是Y的坐标 S坐标呢 大家想一下这个点的坐标哈 是什么 其实就是Rect X加上Rect V 也就是它这个 我们画线的终点的这个位置 好 那这点的V坐标是什么呢 就是Rect V 这个应该是跟我们的 这个 没有太大区别哈 就是这个 这个起始点 这个圆弧的起始点的坐标 好 那 这是X 那 这是X那个点的坐标 那Y 这个Y点的坐标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Rect X 加上Rect Y 对 这是中止点的坐标哈 这个应该是中止点的坐标 中止点的坐标是什么呢 就是Rect X 加上Rect V 那就是这个点的坐标 应该是用我们的X 加上我们这个宽度 不用减去Counter 因为这个点的X坐标 就是等于这个70点的坐标 加上我们矩形的宽度 这个这个点啊 好 那这个点的V坐标呢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 这点的V坐标哈 应该是这块啊 这块的话呢 应该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用原来的V的坐标 啊 再加上Couners 原来的V坐标应该在这儿啊 加Couners呢 应该就到这儿了啊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两个坐标 那么这个Counter readings呢 就是我们这个圆角的半径了 这个半径越大 这个弧度就越大了 好 那么这个 矩形的宽度呢 这条线的那个坐标呢 应该就是Rect X 加上Rect宽度 就是在这儿 那高度 这个这点的坐标呢 应该就是Rect V 加上矩形的这个高度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圆角的矩形 画制出来了 这是画制了一部分的圆角的矩形 好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可能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们绘制路径呢 其实是连接的 而且呢 我们可以通过定义一些矩形的宽高 和气质坐标来画制一个矩形 如果中间这部分不去绘制圆弧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画这个直角的一个 就是矩形了 好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